由于相信光的越来越少 多年以后地球已经被怪兽慢慢吞噬占领了 奥特曼虽然很强大 但是也挡不住奥特曼堕入黑暗 本期视频主角是杰德奥特曼被他父亲追杀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贝利亚堕入黑暗以后 一直都想让杰德也跟他一起加入黑暗 汉里的杰德肯定不从 于是就有了被贝利亚追着揍的画面 倒地的杰德看到旁边有一把手枪 立马捡了起来 刚拿到就被被老黑一脚给贴飞到墙上 看着都疼 顽强的杰德有了一丝喘气的机会 抬手就睡 可怜开竖枪 这贝利亚一点是没有 也是这人类的武器对付奥特曼 但一点威胁都没有 被抓起来的杰德 捕获贝利亚的遗迹之拳 慌忙逃跑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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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次はこっちの番よ 次はこっちの番よ